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2的这个月项的练习题 OK,我们来看看 它有配对题 应该是有图的 我再开搜一段时间 下面的图是真的如何 稍等一下 OK,我们太阳光从右边来 从右边来的话 这个A的位置呢 A的位置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整个月亮月球呢 是黑色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叫星月 然后呢 B的位置呢 它是叫上旋月 C的位置呢 叫满月 B是上旋月 D的话呢 就是这个下旋月 OK 过后呢 他就问哪一个农历的 对,农历 那农历其实也是很容易的 从A开始吧 从A开始呢 就除以再加7到7.5左右 就是初七初霸的时候 就是B 再加7.5就大概是15 就15的时候 就是C的这个位置 再加7 7或者霸 你大概可以讲说是7.5 加7.5 再加7.5 再加7.5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所以这个是22跟23 22跟23 然后呢 回教区A的话 有一些他们讲A是初一 或30 30其实也是有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呢 初一呢 应该是在A的位置 初七初八呢 应该是在B的位置 15跟6 15是6这样子了 是在C 22跟23呢 大概是在D的位置 OK 那这几题呢 都蛮简单的 再来什么节日呢 是一定是满月的 农历新年应该是初一吧 因为我们初一的时候 除非我们讲元宵 元宵节就肯定是 正月十五对吧 那这个不是农历新年 一般指的 就是初一初二 中秋节是8月十五 所以这个也一定是满月的 端午节的话呢 是5月初五 重阳节呢 是9月初九 OK 所以这几个呢 要稍微记起来一下 那清晨啊 很多人是这一题不会 这一题不会啊 所以 清晨的时候 看到半个月亮 半个月亮的话呢 很多人就讲 到底是上选还是下选 对吧 这到底是上选还是下选 所以这个呢 就很多同学 就拿不定主义 新月那个肯定是错的了 那这一边的话 我稍微的教大家 看一下 这个有点难 有点难 OK 所以我们的月球啊 我们地球啊 你稍微看一下这一边 太阳光从右边来 所以右边那一个呢 是早上 右半边是白天 左半边呢 是夜晚 这个有点 画到有点倒转了一下 左半边是夜晚的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都认同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箭头看到吗 这个箭头 它是它旋转的一个 一个方向 所以呢 这个白天 你可以看到呢 在D的位置呢 其实是 刚刚要从夜晚进入早上 对不对 所以呢 在D的位置 其实是清晨 然后呢 在B的位置 这个上面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傍晚 所以如果我问你 傍晚看到半个月球 那个就是上选月 如果我是清晨看到半个月球 那这个就是下选月了 啊 所以呢 他其实呢 因为这边他有讲到是清晨的 啊 清晨看到的半个月亮呢 是下选月 这个呢 你虽然讲到老师 这个课程没有啊 但是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呢 是有提过一下啊 这是是有提到的啊 就有讲关于说 这个月球是怎样装呢 呃 什么时候你会看到半个月 啊 就在上上面呢 其实是傍晚的意思 下面呢 其实是清晨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上课有听的话呢 你是会判断 不过呢 就就一题罢了了啊 就是这一题是有少许的超出范围啊 不过就是要考试 大家有没有上课的听书啊 啊 或者我们讲说这个是 呃 高思维的啊 提醒这样子啊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了